淘宝保证金缴纳 淘宝保证金缴纳有两种选择 一是一次性交易千元根据类目要求金额不同 这种保证金是可以退的 前提是你得遵守淘宝规则 另一种是每年交30块 这种是不能退还的 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即可 淘宝开店一定要交保证金 淘宝开店交了保证金有什么好处呢 相信有不少卖家会疑惑 虽然保证金能退回 但一直存在账户中又无法使用 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愿意缴纳呢 主要因为这三点 一如果卖家在经营过程中 与卖家交易出现问题时 是可以抵扣那部分护款的 也就是说出现交易事故时 淘宝会替我们承担一部分责任 所以对于中小卖家来说 店铺保证金相当于一座靠山的存在 所以大多数卖家都愿意缴纳保证金 而保证金顾名思义就是各种保证 不仅是给买家的提供的保险 更是对卖家自身的保证 犹如给买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购买回去的产品有什么问题 是可以维护自己的售后权益的 这样肯定是能让更多买家 愿意到你的店铺购买 也买得更安心 为店铺带来更多的销量和收益 三、缴纳了保证金的淘宝店铺 是会得到一定的加权的 也就意味着相对于 被交保证金的店铺排名会更靠前 这样在买家搜索相关产品时 你的产品排在前面 更容易让买家看到你的店铺 促进成交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了 而且同时 店铺信誉也会比较高 吸引力就更大了 关于大连迪派中山校区淘宝课程 目前 大连迪派电商培训学校 开设了淘宝开店基础班 淘宝美工初级班 淘宝美工高级班 淘宝推广运营班 微信微商营销班 等实战课程 所有课程采用边学边操作俄实战授课模式 所有授课老师均具备实际店铺运操作经验 拒绝纸上谈兵 讲师教学实战经验丰富 课程研发能力强 更注重于实战效果 网店相对于实体店新的不同 就是交易场所的不同 网店铺所面对的是网购人群 所通过的方式是网络这个环境 看似不需要实体店所付出的店面租金等固定庞大的开支 事实上开网店需要我们投入新的一方面 就是我们需要熟悉并了解网络这个大环境 因此一个业绩不错的网店卖家 往往店铺业绩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只有通过不断学习并了解网络市场环境 才是我们生与蒸蒸日上的保证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卖家都毫不犹豫的缴纳店铺保证金了吧 因为它确实能带给店铺很多好处 而且这个保证金在你退店的时候是会退回到你的账户上的 所以交了总比不交好 你说是吧 淘宝开店一定要交保证金吗 淘宝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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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